1.舔狗行动开启 姓名 单英 年龄 1801万岁 身高 随意变化 等级 半度胜质 90.5接 颜值 9.9999分 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 负85点 舔狗关系绑定成功 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 则宿主逆袭成功 身份转换 对方便为宿主舔狗 逆袭完成 奖励10%消费舔狗金 奖励强化点 3千亿点 奖励技能 食品链单数 红轮凤火诀 单道白几 原始炼丹针针 宇宙药理学精通 混沌药理学精通 本源解析数 单药成分分析数 单文刻画数 单暴数 奖励火焰法则第九层百分之五 生命法则第八层百分之一百 卧槽 这就绑定成功了 等一等 这好像有点不符合常理 我没得罪过他吧 而且还是以高富帅的身份出场 出手也很大气 也表现又很有背景和实力 这单英仙子对我的第一印象 为什么会差到这种程度 这不科学啊 也完全没有理由啊 负八十五点的好感度 这估计是对我已经厌恶到想吐的程度了吧 陈远随便找了块镜子 照了照自己帅气的脸庞 不仅不丑 反而还帅到令人发指 他风度翩翩 帅气逼人 出手大了 这些难道不都是女孩子最喜欢的特征吗 为什么这单要仙子对他的第一印象 会差到这种程度 陈远一时间有些难以理解 毕竟习惯了女田狗主动投怀送到的他 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可能只有他当年还是个屌丝的时候 才会被人第一眼就嫌弃 管他的 反正能绑定一个半顾圣者 血赚不亏 而且他居然价值三千亿强化 还有那么多顶级炼丹技能 他对火焰法则的礼物 更是达到了第九层 这样是能将其逆袭 直接一波起飞 还挣到个极薄的宇宙神 直接半步圣者 这一刻 陈远瞬间念作通达 对于正道宇宙神祖的指面 也烟消云散 终于想明白了 还是泡妞正道才是王道 一时间 陈远看向丹远仙子的眼神 突然变得火热起来 就像是看着一堆金山 感受着陈远之热的目光 丹远仙子的心中顿时越发厌恶 半步圣者的感知何等女子 岂能察觉不到陈远的情绪变化 丹远 好感度到我 当前好感度 不久十点 不要再用这样的眼神看不 否则本座不建议将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再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什么德行 丹远仙子的表现 差不多等同于侮辱 就连丹仙格的其他炼丹师 也全都露出了一点错愕的勇气 丹远仙子平时虽然高了 但也不至于对着一个陌生不可 说出如此难听的话 而且这还是一位背景不凡的超级大人 对方甚至可能拥有高维宇宙的上界被子 虽然实力修为只有神皇时间 可是也不能轻易得罪 没看见人家一个侍女都是巅峰神祖 十几亿混争必斗不当显 陈远可不是那种忍气吞生之北 既然对方都已经这么不客气 脑子侧磨着才不惯着你 半顾圣者 食品圣丹师又如 你以为谁都要求着你 给你脸了 陈远嘴角一歪 那副风度翩翩的模样彻底粉碎 反而脸上溢出了一丝邪魅之气 但因仙子是吧 还仙子 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尊称 都一千八百万岁的老巫 还好意思当自己是小仙女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病 觉得本少来此 只是为了故意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还真是普性女巅峰 普通 又那么自信 半顾圣者 食品炼丹师 在本少眼里 连狗都不如 本少的侍女都比你漂亮百倍 给我当奴婢 本少都不一定会收 丹仙格的人给我听着 本少愿意拿出超过市场价十倍的价格 收购食品圣丹 如果有人愿意 现场就能进行交易 此话一出 无疑是将丹因仙子彻底激怒 自从他成为高贵的顶级炼丹师 无论什么身份的大老剑脑 哪个不是恭恭敬敬 客客气气 把他奉若上宾 谁曾想到陈远这个神皇时间的血 竟敢对他如此贬低潮口 简直岂有此理 找死 陈远有无比强势的回怼 客们才找死 等我一下试试 脑子给你脸了 别看他表面只有神皇时间 可肉身强悍 已经超越了颠峰宇宙神组 圣者之躯转化已经达到25%的程度 再加上不列甲防御 实际上的防御力 已经无限接近半部圣者的强度 就是攻击输出上 稍微有些逊色 他自信作为半部圣者的丹因仙子 根本秒不掉他 而且丹因仙子擅长练丹 本身不是战斗型强者 那就更加不用怕 被一万步来讲 即使对方有什么恐怖的杀招 陈远只需要躲进初始宇宙 对方就完全拿他没有办法 根本不用有丝毫畏惧 丹药仙子虽是半部圣者 但他极有可能是通过丹药快速提升上来 在实战能力上 不一定会比身经百战的地基圣主强多少 陈远没有初始宇宙前 都可以和地基圣主周旋 更别说是现在了 陈远这波强势无比的模样 当场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赤瓜神主 似乎谁也没想到 一个神皇时节 居然敢众目睽睽之下 公然和半部圣者叫不 而且对方还不是普通的半部圣者 他可是食品圣丹师 一个食品圣丹师所拥有的人脉力 几乎不逊色于一名真正的天道圣者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这个级别的炼丹师 求着他炼丹的人多了就 他振臂一服 就会有一大堆顶尖大佬愿意帮他出头 炼制出食品圣丹最不一样的顶 炼食丹药之中 能够融入仙天道狱 服用食品圣丹后 可以一点点将肉身转化为圣者之躯 因此食品圣丹才贵得离补 这绝不是普通宇宙神主能买得起 只要他愿意给人炼制食品圣丹 宇宙城的各大势力大佬 都得对他跪挺 这才是丹因仙子的底气 气氛压抑的令人窒息 全场一片死寂 沉眼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越发显得他的身份背景 深不可测 毕竟能拿出十几亿混沌笔 给侍女买单药的人物 这特么别说贱物 连听都没听说过 丹因仙子愤怒无比的同时 心中也不免产生了一丝顾虑 舔狗和伪君子他遇到的太多了 忽然遇到了一个不舔 而且是直接开队的骨骚肉 竟然莫名让他产生了一丝新奇的感觉 但新奇归新奇 不代表他就会因此从厌恶到 转变为对陈远产生好 这还远没有达到那个条件 下一位 丹因仙子目光一盈 一道恐怖的半生气势 猛然朝着陈远碾压而来 这气势中竟然还夹杂着一股先天道运 仿佛天道碾压一般 忽然落下 宛如一个世界宇宙 向着你碾压而来 万丈波涛 势不可挡 地基一步迈出 宜然不惧 竟轰然挡在了陈远跟前 一个小小的食品炼丹师 也赶入我家少主 你在找死 下一秒 他身上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终于 当一股先天道运冲天而起 虚空为之一阵 他身上尽量起了无边筋芒 面对滔天巨浪一般的半生气势 地基竟然硬生生地给挡住了 这一刻 全场死记 一群吃瓜神主 简直眼珠子都掉了一地 这 这是半生气息 他身边的侍女 居然是半步圣者 虽然圣者之躯的转化率不是很高 但这绝对是半步圣者无疑了 我的天 能让一个半步圣者心甘情愿 自降身份的在一名神皇十阶的菜鸡身边当世 那这家伙的身份背景岂不是 细思恐急 镇部全场 木凳口呆 成木结舌 陈妍也没想到地基如此给你 关键时刻 地点都不带锁 这部户主表现简直满足 给你买了那么多弹药 总算还有点恒心 就是你压得出了风口 我特磨在别人眼里 不就真成了一个废物了 一个大男人还要女人口 成何提琐 但阴仙子此刻脸色越发难看 最重要的是 以前那些对他殷勤是好的一种田骨 似乎察觉到陈远身份背景极为不足 竟然一个个都选择装死 根本没有出手帮他的意思 关键时刻 田狗果然靠不住 就连丹仙格的其他成员 似乎也没有站在他这一步 这时 一名相貌丑陋 身形勾楼 看上去风涂残棉 并且还断了一条胳膊的老者走了出来 他表面看上去像个子 身上没有任何背景和视力的标志 修为神祖十阶左右的样子 面容慈祥和善 一脸关心的问 这位君子 你刚才说的话可还当真 真的愿意发超过十倍的视频 来收购食品圣丹吗 陈远信誓旦旦的说 当然 本上收购的话 一向作数 老朽这里就有一颗食品圣灵丹 本来是想留着冲击半步圣子 但是阁下若是愿意出高价收购 我愿意将这颗圣灵丹转手败出 独必老者此话一出 但因仙子顿时面色一讲 看着肺都气炸了 这颗食品圣灵丹 不正是他花了足足三个月时间 耗费了无数高等混沌子层 才炼制而出的那颗食品丹药吗 由于看着独必老者只是一个散修 并没有任何势力背景 忽苦积攒了三十一年的财 才勉强凑够两百万混沌品 他又说他身受重伤 正被仇家追杀 满门都被仇家给灭了 十分可怜 但要仙子见者 几乎是以成本价 并且自己还贴了不少珍贵的混沌灵桃 才为这独臂老者炼制出了一颗食品圣灵丹 谁知道你特么转手就要以高价给卖了 而且还是卖给他厌恶至极的偏偏二代公子哥 陈远饶有兴致地问 阁下既然愿意出售 本少当然不会拒绝 不知你打算以什么价格出售 不瞒公子 这颗食品圣灵丹 正是老朽找丹药仙子花费二百万混沌比 要求他炼制 阁下愿意出十倍价格 那就是两千万混沌比 但因仙子此刻差点气到五脏剧 马上就要转手败到陈远手上了 是不是打他的脸吗 两千万而已 成交 不过这丹药我不稀罕时 毕竟是那普姓女恋者 你就交给我的圣灵吧 我送给他吧 陈远刷卡付钱 将其混沌比打入了独臂老准的私人账目 一手交钱 一手交火 众目睽睽之下 他居然真的将这颗食品圣灵丹 给送给了他的圣灵 两千万混沌比买下来的东西 眉头都没皱一下的就送了出去 地基看着手中的食品圣灵丹 心中越发感动到无以复加 果然他刚刚出手抵挡住丹阴仙子的气势名呀 陈远对他越发信任 食品圣灵丹 对于他这种刚刚转化圣者之躯的半部圣者 作用极大 服用一颗 至少能转化10%的圣者之躯 但一个人最多只能服用三颗 三颗以后 就没有功效了 但即便如此 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圣诞 如果靠自己修炼慢慢转化 10%的圣者之躯 至少要转化一一年 甚至邓脚 跟着陈远混 果然天天都是无上机缘 也许过不了多久 成为真正的天道圣者 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此时的独臂老嘴 突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男 他身上的气息 也从神主巅峰 一跃攀升至半部圣者 你是百倍神君 三阴仙子请勿怪罪 上次本君来找你炼丹 你丝毫不给本君炼丹 还将我封锁 无奈止血 本君只能出此下策 没想到你竟然愿意 给一个丑陋不堪的 老者散秀炼丹 也不愿意给本君炼丹 无奈之下 本君只能欺骗于你吗 百变神君说完这番话 居然又同时变换了好几个模样 每一个模样都是丑陋和气贪 对方的变身术极为图一般 普通的变身术虽然可以改变外貌 但灵魂气息无法改变 而百变神君的变身术 居然将灵魂气息都改变了 根本无法分辨真假 丹因仙子的脸色也越来越难 看来他已经被百变神君欺骗 不止一两个 沉眼一脸猛逼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这丹因仙子是不是脑子有坑 人家风度偏偏的帅气 神君找你炼丹 你巨人鱼千里之外 不仅不炼丹 还把人给轰了出去 结果一个又丑又老的找上本 你压得居然愿意花成本价给你炼丹 莫非他喜欢丑的 这口味也太重了 这颗食品圣灵丹 就算是真正的市场价 也有人愿意花五百万混沌币进行收购 百变神君并没有在五百万市场价基础上乘以实在 从这方面来讲 还算有几分道理 并没有那么贪得无厌 所以丹因仙子其实是被禁火 人家故意伪装成仇鬼死星 在你这里低价收购食品圣灾 转手就以高价卖出 你就算不给那些身份背景深厚的二代公子面丹又如何 人家还不是照样收购到了 丹因此刻终于意识到 他被套路了 而且是被套路了好多回 从一万年前开始 就陆续有一些身份背景一般 相貌平平 甚至比较丑陋的宇宙神主 委托他炼制食品圣灾 他们编造了各种不一样的背景圣灾 但无一例外 他们的故事都十分凄惨 要么被全家被杀 要么遭遇圣者二代欺压 还有的被绿 有的被抢了老婆 等等惨绝人寰的悲痛故事 经过一波卖彩 就能激发丹因仙子的同情心 然后表示自己囊中羞涩 一波压价 几乎次次都是以成本价 卖出了食品圣灾 作为一名食品圣灾师 按照炼丹师这一行的规矩 他原本可以至少提取五成 乃至七成的炼丹利润 但最终被套路以后 很多时候他只能抽取到一成的利润 甚至零利润免费给人打工炼丹 他可是食品圣灾师啊 身价何等金贵 随便炼制一颗丹药 都能创造出一名普通宇宙神 其一年所积累的财富 结果就这样硬生生的 被人白淘了这么多 丹因仙子明白了这些 顿时路不可遏 整个人都快气疯了 百变神君这种恶劣行为 已经不仅仅是白淘他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智商进行侮辱 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了他的人格 简直岂有此理 丹因仙子咬牙切齿地说 百变神君 欺人太甚 从今天开始 本座发誓 我将会动用一切关系来对付你 必将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已经怒火中烧到后 槽牙都快咬碎了 行吧 等你找到我再说吧 只见百变神君冷笑一声 他身形再次变 不然就变成了丹因仙子身边属其药的 那气息 穴牙 修为 声音 甚至连微表情都一模一样 陈远暗暗撑起 死等牛逼的变身术 简直变谁像谁 难分真假 连灵魂气息都能模仿 真要变成你身边的人 简直防不胜防了 下一名 只见百变神君化作一团白色武器 眨眼睛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有可能已经离开了 也有可能再次伪装在这些吃瓜群众之中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甚至刚才的帅气公子 难道真的就是百变神君的真实那样吗 这恐怕不一定吧 对方本就是半步圣者的修为 又精通此等出神入化的变身术 还真拿他没有一点半 丹因仙子被骗了也是白骗 百变神君就拨溜了 丹因仙子顿时将所有的怒 都转移到了陈远身上 岂有此理 简直岂有此理 交出食品圣灵丹 本作可饶你不死 陈远坐地起家 一脸不屑地说 怎么 这丹仙格难道是土匪窝不成 大家可都看到了 我花了两千万混沌币买下来的丹药 你说交出就交出 你们丹仙格打开门做生意 难道还有藏抢的道理不成 那也可以 你给我三千万混沌币 我就忍痛割爱 卖给你也成 此话一次 丹因仙子直接被气到发抖 他自己炼制的丹药 被人白嫖了 追回脏物 挽回损失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 你开口就是三千万 听你的意思 你莫非还想在我身上转一笔不成 卧槽你大把 太无耻了 太贱了 简直岂有此理 气善我也 难道本座看上去像个冤大头吗 连你也敢侮辱我的智杀 很 今天本座代表了丹仙格首席恋丹师 不为难你 但是 本座记住你了 丹因仙子狠狠听了陈远亦 他强忍住心中的怒 将原本要抱他的怒气 给强行压制了下去 但这件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不管是百变神君 还是你一个神皇时阶的陈远争 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地基 好感度加时 当前好感度 七十点 走出丹仙格大门 地基心中越发感动 并且觉得陈远亦的形象 在他心中不由的又高大了几个 不管他身份背景如何 单单凭他一个神皇时阶的修为 竟然敢和半生叫板 且丝毫不耸 光是这份魄力和勇气 就绝非一般了 并且他还临危不乱 面对丹仙格那么多的高手和强者 距离力争 不会因为丹因仙子的美貌和身份 就退让半分 这样的哨子 已经具备了一颗强者之心 将来必成一代巨头 特别是看着空间戒指里面 那么多神丹妙药 还有食品圣灵丹 就莫名感觉安全感大增 这样强大的安全感 是他进入混沌海几十亿年 从未有过的感觉 原来有靠山的感觉 是如此令人安心 地基望向沉远的眼神 不由的心中荡漾起一阵阵涟漪 地基突然将一颗空间戒指 递到了雪神跟前 对了 这里是我整理出来的5000瓶酒品神丹 人在这颗空间戒指里面 雪神你服用以后 实力一定能快速突破至神主时间 你实力已经突破宇宙神主 以前雪皇的称号就无需待用 我便称呼你为雪神吧 你拿着这些酒品神丹 完全可以节省你十亿年的积累鼓修 然后地基转头看了陈远一眼 少主 我这样分配 你觉得如何 他理所应当的认为 陈远买了这么多神丹 自然不可能让他一个人躲着 虽然陈远并没有谈及如何分配的问题 但如果自己真的照单全收到了 那就真的显得太想起 也有点太不上当了 贪心可以咬 但雪神作为陈远名义上的师徒 总不能真的如此厚此薄饼 陈远笑着说 你想如何就如何 毕竟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雪神 好感度加一 雪神 好感度加一 当前好感度 92点 雪神看着手中的空间戒指 心中为之遗产 陈远是他名义上的独儿 虽然表面上这个关系更加清静 但如果是陈远要将这些酒品神丹送付 他是绝对不好意思收到 毕竟收下徒儿如此重 作为师尊的他 该如何自主 竟然会十分难为起 所以陈远从史之中 根本就没提这件事情 但如果这些丹药 是从地基手中送出来 并且陈远明确说过 这些丹药已经全部送给地基了 由他全权处理 那么自己只需要 成地基的起就够了 对方实力已经突破半生 完全有资格被他当成前辈 接受一个前辈的恩情 要远比接受徒儿的恩情 心理上容易得多 也不会那么难为起 所以陈远从一开始 为了关照他这个师尊 几乎世事都以地基的名利 来购买东西 这样他不管是吃了 混沌零售美食 喝了三十亿年醉鲜酿 还是接受九品神单 都无形之中 减少了很多尴尬 陈远表面上是冷落他 好像更加重视地基 实际上方方面面 都没有少他的机缘 而且做得这么体面 简直用心凉快 想通了这一点的血神 心中只觉得波兰四起 激荡如潮 如果地基不是得到过陈远的指示 他又怎么会将 如此多的九品神单送给他 陈远的关心和付出 他甚至都没有说出口 主动把这份因果和情谊 转移出去 但实际上 花钱买下这些丹药的人 可是他呀 血神目光望向陈远 正好陈远的眼神 也看向他 四目相对 空气中似乎激荡出 一丝炙热的火花 血神心热如麻 从进入混沌海开始 我便失去了强者之心 因为混沌海高手无数 我这点实力根本不够看 在宇宙中我为一方神皇 镇压星河 冠绝当势 可是在混沌海 我理所应当地认为 忘记了当年在宇宙中 我并没有成为宇宙神 我依旧弱弱小时 那颗不畏强权 勇往直前 无惧奸行 并且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成为 当时强者的那颗强者之心 陈远虽为神皇时尖 但不管是在宇宙中 还是在混沌 他从来都没有变味 始终如一 不管是他当年面对一族宇宙神皇 还是如今面对半生压制 他都坚持自己 无所畏惧 你若胜强 也许 反而应该是我这个世尊 应该向他学习 或者我有点太注重 师尊这个工作 出了宇宙 也没人知道 咱们之间的师徒关系 我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这个包 雪神只觉得心跳加速 这种被偷偷关照的感觉 让他如年轻时少女一般 有种莫名兴奋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 久远的就像是前世的记忆 如今他感觉重获新生 甚至有种心头小路乱撞的感觉 实在是太羞人了 陈远之所以目光凝望许致 主要是看他头顶上的好感 居然又找了人 莫非他误会了一些什么 陈远之所以一路上 不给雪神买任何东西 主要是压阵没绑定 在他身上根本消费不了 田口金 想拿也买不了 所以也只能冷落在一旁 至于地基愿意 将自己的丹药分给雪神一部 那完全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你在丹药里做主 跟我可没有一毛钱关系 又不是我叫他分的 但雪神似乎误会 他再不会以为 是我在背地里指使地基分配 好吧 既然你误会 那我就不解释了 干脆将错就错吧 反正你能自我安慰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好吧 下一站 咱们去神器楼 丹药都疯狂购买了一朵 神器自然不能少 很快 陈远 毕竟 雪神三人 便来到了神器楼 神器楼 还真的就是一座楼 此楼高万丈 楼身被各种五颜六色的光芒所笼罩 进出神器楼的强者不再少数 神器楼所售卖的神器 大多都只是后天锻造出来的神器 不管是九品神器 还是十品圣器 虽然威能很强 级别很高 但其实都没有任何成长性 神器和丹药有所不同 并不代表九级文明神器 就一定会比十品圣器要差 这个还需要看神器的具体种类 功能 以及可成长性进行区分 地基颇为老辣的介绍 少主 这神器楼和丹仙格售卖丹药的模式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九品神丹这种东西 对于大多数宇宙强者来说 属于消耗品和奢侈品 虽然对于修为提升和保命而言 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但不是地虚品 但是神器不一样 一件好的装备 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战斗力和防御力 引发质变 所以神器对于宇宙神主而言 几乎是必须品 神器楼出品神器 对于很多宇宙神主而言 几乎功不应求 所以他们售卖的神器 基本都是采用拍卖会的模式 每月会固定拍卖十件九级文明神器 每隔十年 才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拍卖会 会拿出一百件九级文明神器 和三件十级圣器进行拍卖 同时 他们还会花刀架收购一些宇宙神主 从宇宙中带来的先天神器 这些先天神器有的可能只有七级 八级 或者九级 但由于是宇宙中经过了几十亿年 甚至几百亿年所孕育而成的先天神器 具备极强的成长性和可塑性 隐藏价值极高 一些刚入混沌海的宇宙神主 根本不知道这些先天神器的价值 傻乎乎地拿着好几件先天神器 对换了一件看似威能更强的九级后天神器 甚至还以为自己赚了 但他们不知道神器楼的顶尖炼器师 只需要通过一番锻造炼制 就能将这些先天神器至少提升一两个级别 有的甚至能提升三个级别 而且先天神器还具备成长性 这更加不是后天神器可补 基本同级别的先天神器 价值要高于同级别的后天神器十倍以上 果然惊艳老道 还是有几分作用的 避免采科 陈远此时想起了他的时光塔 虽然时光塔是一件九级神器 但在陈远自己的感觉中 这件神器的价值 完全不逊色于地基手中的鸿蒙式神功 莫非这时光塔是先天神器 正当陈远一行人打算进入神器楼 突然 只见一位面如关玉 见眉心目 茂盛攀攀 帅气逼人 几乎有资格威胁到陈远颜值的顶级帅上 手持一把折扇 潇洒自如地拦在了陈远跟前 对方举手头足之间 都携带着一股如氧风流之气 嘴角时不时溢出一股淡淡的威胁 仿似闲停信步笑看花开花落 重入不经静观云卷云书 陈远在他身上 隐约感受到了一股逼亡之气 陈远目光一致 但很快反应过来 是 百变神君 百变神君嘴角轻轻上扬 露出一个邪魅糊涂 兄弟好眼力 本君 正是百变神君 不知阁下有何贵干 为何要拦住本手的去路 百变神君一脸微笑 小友别那么紧张 你我一见如故 刚刚又一起联手折了那单一仙子的面脸 此次正逢神器楼十年一届的大型拍卖会 正巧过来看一下 没想到刚巧就遇到了小友 你我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又完成了一次愉快的合作交易 不如一同结伴 逛一逛这神器楼如何 甜狗行动开启 姓名 百变仙子 年龄 1500万岁 身高 随意变五 等级 半步胜者 90.9接 颜值 9.99995分 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 0点 甜狗关系绑定成功 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 则宿主逆袭成功 身份转换 对方变为宿主甜狗 逆袭完成 奖励10%消费甜狗精 奖励强化点 3500亿 奖励技能 天罡变身术 千云幻术 大欺骗术 气息模拟术 水云分身术 大镜像术 沉眼一脸猛逼 我靠 她居然是个女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这个臭名焦珠 在宇宙城搞出了各种无焉仗情 听说还欺骗了不少神女仙子感情的超级大渣男 变身剧 居然是个妹子 对方的伪装和变身术 实在太高明了 如果不是戏者师傅 透过现象探本质 沉眼根本分不清她的性格 难怪没有人可以抓住百变神君 谁能想到这家伙的真实生活 竟然连性别都是假的 难怪套路单因仙子时 没有半分手辱 根本不为对方的美色不动 原来你也是个妹子 真是奸诈狡猾呀 百变神君目光一鸣 怎么 莫非小友觉得本君臭名昭重 不屑于我这种欺诈世人的败类为武 她性格义正义型 最恨为君子败类 如果让她盯上了 梅子就会下死手整理 自然很多人都不愿意她交通 唯恐避之不及 百变神君的名声 几乎是臭的不能再臭了 陈远实力修为只有神皇时间 但却身家俱乐 如今碰巧遇上了 到底该不该套路她一波呢 本君如果心情不好 也许可以放一面 本君如果心情不好 让你倾家荡产也不是不行 他对陈远并没有什么好 但也并不厌恶 一切随心而已 如果陈远敢拒绝 那么下一次找的就是你这小子 神君且慢 能与神君结伴而行 乃是本上的荣幸 我对神君的英勇事迹 内心仰慕已久 并钦佩不已 之前我就想与神君结交一番 可惜神君走得太快 都没留下个联系方式 正好神器楼又遇上了 这简直就是上天底的缘分了 我这个人没什么内涵 实话实说 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神君如果不想起 不妨去神器楼挑上几件神器 我来买单 神君意下如何 陈远的态度 直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突然热情的有些过分 好像与对方真的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一般 百变神君文言 当即也是愣了一下 陈远身怀巨款 确实让他这个顶级骗子 有那么几分心动 正想着要不要宰他一搏 结果你压得自己就踢出来了 并且心甘情愿 直接要送他神器 还有这种事情 我根本都不用骗 你自己就主动脚械头响了 有点意思 本君信你个大头鬼 这混沌海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就忽悠我去吧 不过本君倒想看看 你小子到底意欲何为 有何套路 能骗得过我百变神君的人 正义万宇宙 怕这样的人还没出声 少主 百变神君得罪过的强者 实在太多了 咱们与他结伴一起 啊 第一句话还没说完 直接就被陈远给打断了 不碍事 本少心中只敬佩真正的强者 特别是有智慧的强者 而那些垃圾废人 就算他们将仇恨和怒火 转移到我头上 那又如何 陈远单手背负 傲然说 我陈远一声行事 何须向他人解释 他身形挺得笔直 宛如一杆长枪 挺拔有形 坚毅不屈 那平淡的话语中 竟然带着一丝 僻逼腻腻天下的霸气 仿佛即便与天下人为敌 那又如何 我想交的朋友 我交便是了 何须在意别人的看法 百变神君一脸欣赏地说 小友果然与众不同 你确实符合本君的胃口 你这个朋友 本君交定了 那眼神越发惺惺相惜 演技都快爆表了 陈远一看他头顶上的好感度 尼玛是一点都没增加 你可真会演 百变神君作为顶尖骗子 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人 特别是嘴炮选手 很多伪君子 说话的时候冠冕堂皇 可是一到关键时刻 立马就把你给卖了 嘴炮说得在好听 那也只是嘴炮 你不付出一点实质上的东西 不经历一些真实的两难考验 这些都是屁股 人心险恶 神心更险恶 死快 陈远 百变神君 毕竟 雪神 一行四人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神器里 百变神君现身的一瞬间 立刻就在神器楼中 引发了一阵暴动 是百变神君这个狗贼 他三千年前勾引我老婆 给本座戴了绿帽子 还骗光了我昆仑塔里一半的财 那见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倾家荡者 全然不顾我们十一年的夫妻情分 哎呀呀 我要杀了这个狗东西 百变狗贼 你胆子也太大 竟敢以本尊面目献身神气了 本座定要将你挫骨扬灰 一时间 整个神器楼的气势 都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全场一片死寂 面对众神主的身体 百变神君嘴角却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 想要将本君错骨扬灰 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一群乌合之阵 就知道无能狂怒 有种就动手试试 别说本君看不起你们 本君不想针对任何人 我只想说 在座的诸位都是垃圾 哼 百变神君一开口 直接就将在场所有神主都得罪 他居然无差别炮轰了所有人 这简直就是在坟头蹦底 疯狂作死 气煞我眼 百变神君 欺人太甚 百变老贼 别以为你半部圣者的实力 真没人动的 我劝你别太嚣张 当心后果自破 如果不是宇宙城规则 不能动手杀人 老子今天定要与你决意死战 人群之中 同样有一名半部圣者 对着百变神君冷身威胁 宇宙城规则 谁先动手 便是死罪 但是只要出了宇宙城 生死无论 你今日在宇宙城的胡作非为 希望你有一天出了宇宙城以后 不会后悔 此时 这名半部圣者目光一死 发现百变神君身边 竟然还站了三人 一男两女 竟然还有同伙 一时间 足足有上百股杀器 将陈远等人笼罩起来 陈远无语 咄咄的 怎么把老子台词给抢了 这逼都让你给装了 那我装什么 更过分的是 你装的逼 居然拉着老子一起被拨 你这也太狗了吧 突然 百变神君一把 挽住了陈远的肩膀 兄弟 别怕 一群肖小之辈 跟不上什么大雅之塔 你是本君照的 他们但凡感动你一根毛 就是与我百变神君为敌 本君必然会让他们 付出惨处的代价 百变神君这番话 差点直接让陈远 沦为重视之谜 谁特么不知道 你臭名昭著 你说我是你兄弟 这是摆明了 要拉着老子一起下手 老子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 他此番做 如果是别人 肯定已经当众 与百变神君 跨清界限 但是陈远不会 他不仅不会 反而更加亲密 和百变神君 勾肩搭臂在了一起 百变老哥果然大情 真乃性情中人 我陈远能结交到 你这样的兄弟 实乃三生有幸 如果不是这地方 有些不合适 我陈远真想与老哥 煞血为谋 结败为兄弟 从此有福同享 有难途当 陈远信誓旦旦的说 百变老哥 放心 做兄弟的 可能你有其他的困难 我路一定能帮得上多少 但只要是钱 这个方面的问题 你要多少 我就能给你提供多少 百变神君为年 当即也是一乐 他越来越有点 看不懂陈远的操作 我都明白这要坑立 难道你这都看不出来吗 真想与我结为兄弟复成 走吧 咱们去拍卖场 估计拍卖会已经快开始 神气楼的拍卖会 一般我都看不上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有一件十级圣系 与本君所修炼的神通 极为气和 此宝名为天圣宝 若能得到此宝 我的变身术 将会得到质的飞云 细心模拟将会越发圆满 到时候连天道圣者 都无所拒绝 而且此法律防御无双 能够帮助半部圣者 加速练化混沌炎 对于我这样的独行者 作用极大 百变神君不动声色地 透露出了自己此行的目标 他这些年坑蒙拐骗 积累了不少财富 虽然和某些大势力的巨头比较 但是相比较一般的散秀 那可是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他的个人身家 早就已经超过了 十亿混沌病 表面上 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天圣法医 但其实他另有所图 他真正在意的 是此次神器楼中拍卖的 一件九级文明神器 此神器名为山河剑 表面上 这只是一件九级文明后天神器 剑图中 藏有十万柄八级文明底尖飞剑 剑图一旦是吧 可凝聚出十万飞剑大阵 在宇宙中威力惊人 可这件神器一旦拿到混沌海 那些八级飞剑几乎和废铁 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件神器 自然就被某个宇宙神器 拿到混沌海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转手就给卖了 已经五百万年了 我寻找世界剑图 已经找了整整五百万年了 世尊当年朝我无上神器 他老人家乃高为宇宙大能下界 以无上刺客之道 归正混沌 我却连他老人家 百分之一的本事都没学到 不仅没有修炼必杀一击的神器 反而本末倒置 对变身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苦修多年 初出茅庐时 对人心险恶一窍不通 一出山门 就被一老贼骗走了世界剑图 后来这老贼 更是将我剑图拿到混沌 总给卖掉 这世界剑图 表面上只是一件九级后天神器 但其实这十万飞剑之中 有一柄神剑 被我师尊以无上未能封印 表面看上去 这只是一柄普通的后天飞剑 但其实这是一柄十一级 无上先天道器 图圣刺 其刺中更是由我师尊传承的 无上刺杀神通 能在顶刻间 爆发最强一击 必击绝杀 可屠胜 只有我才拥有解开屠胜刺中的封印法材 当年的我 太过天真 只知钻研旁门走道 虽然在某些方面颇有剑术 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自己修为以达半胜之境 但真实战斗力 几乎可以说是同级别中最弱的存在 甚至就连一些稍微逆偏一点的巅峰宇宙神器 都可以与我斗得奇土相当 我空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变身术 能够轻易接近目标 但根本达不到刺客之事 你若胜强 一击绝杀 斩神灭胜的无上境界 没想到这一次 已经消失了五百万年的世界建筑 居然再次出现了 此次本军假意购买天圣法 实际上不动声色地将世界建筑拍底 神不知鬼不觉 根本没人知道我真正的目标 神器楼的拍卖会 并没有任何复杂的流程 就是一个超大空间的展厅 里面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宇宙神者 其中还有数十个伴生 只需要花费一百块混沌饼 就可以领取一个座位号和竞拍加价器 另外再加一百块 还有茶水和饮品提供 陈远选择了一个四连号的座位 并添加了茶水服务 总共八百块入场费 那自然是递击出的庭 陈远一脸期待地问 神君 你此次拍卖会的目标 就只有一件天生补仪吗 还有没有其他想到的 此话一出 百变神君心中顿时警觉起 莫非图圣次的秘密被人知道了 他此番问话 到底什么意思 百变神君虽然心中警觉 但依然不动声色 淡定自若地说 当然 除了天圣法医 本君对其他神器并不感兴趣 陈远一脸斩钉截铁地说 那好吧 神君请放心 无论天圣法医拍卖到什么价格 我都会替神君买下来的 他并没有说要替百变神君 将所有的神器全部拍下来 因为这么做 就显得有些过于殷勤了 搞不好会被人认为他别有用心 送一件天圣法医 已经足够体现他结交的成绵 再送多的神器 就太奇怪了 不过好不容易来参加一次拍漫会 其他的神器也不能浪费 干脆全部拍下来送给地基 再刷一波舔狗精 神嚎出场 诸神退散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但凡能拍到一件神器 就算我说 只见一位投身鸡脚的帅气男子 身后带着两名美艳侍女 外加八名神主巅峰护卫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龙天出场的一瞬间 瞬间就引发了一阵骚动 哼 是龙天少主 龙天少主 乃是苍龙宇宙的金龙一族 本体乃是九爪金龙 血脉尊贵 其父乃是一代龙圣 为天造圣主 这龙天少主 当年在混沌海突破宇宙神主时 据说有整整十二位 巅峰宇宙神主为其父 家世底蕴惊人 他自身更是迎来了三道红龙子气象 据说他今年只有不到两千万岁 修为就已经突破了半部圣体之际 堪称绝世妖孽 两千万岁的半部圣体 这也太牛逼了 不仅如此 金龙一族天生就具备寻宝天赋 九爪金龙 对于混沌宝物的改善 更是强到令人发誓 连龙天少主都出现了 这场拍卖会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还有九幽龙沙女 七眼寿帝 玄关大法师 地灵妖军 红神 北冥剑主 火焰魔君 这些可都是附近宇宙 威名赫赫的半部圣者 居然全都降临到了神器楼 难道他们都是为了那件东西来的吗 定然如此 神器楼这一次的拍品当中 有一件无上神物 名为仙天道佩 传闻这仙天道佩 乃是宇宙诞生之初 由于没有发育成熟 提前夭折 有大能强服 将其精华取走 经过亿万年演变 这才逐渐形成了仙天道佩 这仙天道佩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 妙容无穷 最关键的一点 便是能使仙天神器进化升级 此等神物 就算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请活过来 一群吃瓜神主议论纷纷 仿佛都在摩拳擦着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神器 都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 有的人甚至为了这场拍卖会 已经准备了很久 甚至找朋友或者混对银行 进行了抵押贷款 很快 在一众神主大佬期待已久的目光中 神器楼拍卖会 终于开始了 一个身穿非色练气师服饰的妖族女子 扭动着火爆的身姿 走上了拍卖席 诸位来自各大宇宙的强者们 你们好 今天是我神器楼十年一届的神器拍卖会 拍卖会的规矩 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大家公平竞争 架高者们 红索无期 限卖限卖 当场结亲 下面拍卖第一件神器 风神羽翼 这件神器乃是九品高阶 一旦将其炼化 融入自身 可将自身在混沌海中的移动飞行速度提升200% 要知道 混沌海中的空间结构极其稳固 若非领悟第十层空间法 就无法在混沌海中睡 因此飞行速度至关重要 关键时刻遇到无法匹敌的对手 速度就决定了一切 这件风神羽翼 起拍价一万混沌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混沌币 现在开始竞拍 一群宇宙神主 正准备一点一点加价 慢慢将价格推升到心理合适价位 谁知一个声音直接响起 瞬间打断了所有人出价的念头 十万 好 1891号位的道友 出价十万混沌币 请问还有出价更高道友吗 十万一次 十万二次 十万三次 成交 拍卖是一锤定音 陈忍顺利拍下第一件神器 风神羽翼 这到底是哪个沙雕 懂不懂神器楼的规矩 一般起拍价一零零零零的神器 称死三零零零混沌币就准天了 这又是一件后天神器 根本没有溢价的卡 至少亏了七万混沌币 真是个大冤状 好像是那个和百变神君在一起的家 修为垃圾倒只有神皇时间 这种垃圾修为 也敢来参加拍卖会 估计是有点家世背景 但本身修为太低 内心自卑不已 有点想要基于证明自己 所以才这样故意表现一番 真是个愚蠢的小子 他居然跟着百变神君 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一起撕毁 是觉得百变神君 能够成为自己的靠山吗 他怕是要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吧 等着吧 拍卖会结束后 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了 几名宇宙神主面 待不屑地瞥了陈远一眼 很快 第二件神器开始拍卖了 出外 第二件拍卖的神器 名为玄虫齿 此神器可大可小 可长可短 但这并非这件神器的主要功能 玄虫齿最大的作用 便是能够制造出一片重力领域拟整 配合重力法则的使用 能够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威能 能极大的限制对手的移动速度 甚至让对手直接被压得无法动弹 十阶神主之下的强者 在玄虫齿的重力拟掌之下 战斗力将直接被削弱三倍以上 就算是半步胜者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此神器起拍价15000混沌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混沌币 现在开始竞拍 15万 好 1891号位的道路 出价15万混沌币 15万一次 15万二次 15万三次 成交 拍卖师再次一锤定音 陈远顺利拍下第二件神器 玄仲齿 就在拍卖师开始拍卖第三件神器的时候 一名美女练器师 直接拿着两件神器来找陈远结账 翠花 快把神器收着 我还结账 第七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词 哨子 这玄仲齿和风神语义 都是送给我的吗 这两件神器好像都还挺合适的 风神语义可增加它的移动速度 玄仲齿能限制对方的移动速度 虽然都只有九级 但实用性很高 再加上鸿蒙是神功 不管是短 是否 还是远程攻击 几乎都装备上来 它的战斗力必然因此得到提示 更重要的是 陈远似乎时时刻刻都想到 诸位 第三件神器 名为世界剑头 此剑头 由于这件神器只有九品出尖 起拍价五千负尊品 现在开始竞拍 当世界剑足开始竞拍的时候 陈远正在刷可父亲 所以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出价竞拍 百变神军内心激动不已 终于 师尊留给我的传承 终于出现了 已经五百万年了 若不是当年被骗 我也不会一气之下 变成今天这个臭名昭著的大骗 无容少年中层恶龙 谁能想到 我居然变成了 我曾经最讨厌的那位人 这一切的起源 都是因为世界剑头的丢失 百变神军内心早已急不可 但表面依然不动声色 这种鸡肋剑头 其实有很多宇宙神主根本看不上 百变神军不动声色的 叫了一个价格 像学着陈远一样 直接十倍出价 快点将世界剑头给买下来 好 1892号位的道友 出价五万混顿兵 请问还有出价更高道友吗 五万一次 五万二次 就在这时 原本一直毙怒养神的龙天少主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嘴角溢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 这剑头 有点意思啊 好像隐藏着什么封印秘密 我就找进龙异族的天赋直举 肯定不会错 五万三次 成 十万 好 第九号位的龙天少主 出价十万混顿兵 十一万 百变神君看了龙天少主一眼 内心顿觉糟糕 久找金龙异族 对于宝物的直觉实在太强 一旦被对方盯上 恐怕就别想低价拍走 十五万 二十万 二十五万 五十万 龙天少主 此剑头我甚至喜爱 不知阁下可否割爱 就当我百变神君 欠阁下一个人旗 我出一百万 呵呵 百变神君 骗人无数 从不吃亏 本少原本还没有那么确认 但是现在 你根本不可能在本少面前解冒 我出五百万混沌币 死 龙天少主这个价格一出 在场所有吃瓜神主 全都集体到吸一口凉气 这破剑头 真的值这么高的价格吗 就算是先天神器 也不一定值五百万混沌币 百变神君目光一鸣 再次出价 一千万 既然没有办法减了 那就真刀真枪的拼财力吧 不管出多高的价格 他都不可能放弃世界剑头 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一 随着百变神君与龙天少主的针锋相对 这件神器价格已经彻底失控 居然从底下五千块 直接喊到了一个亿 全场数千名宇宙神组 一个个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到了现在 恐怕再傻的人 也知道这件神器不一般了 恐怕那有乾坤 绝非凡品 难道是 十级圣器 一亿混沌币的价格 别说后天圣器 他都能买到先天十级圣器 三亿 五亿 十亿 这 百变神君终于喊出了一个正部全场的价格 十亿混沌币 这个价格 连拍卖会的主持人都惊呆了 十亿 龙天少主再次出价 等一等 拍卖会暂停 鉴于出现了一些意外情 我神器楼本着负责任的台 将由我神器楼最高神器鉴定师 对世界剑图进行重新鉴定估值 当然 拍卖会的拍品 价格不会变化 鉴定后 将由鉴定师公布这件神器的详细情报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一鸣身形矮胖 面色红润的老者 淡定自若地走上了拍卖戏 是天锤大师 他是神器楼的首席练习宗师 据说能够独立练制出食品后天盛起 对于神器的鉴定 也有着极高的水 只见他手指轻轻一点 世界剑图竟然暴射出一道道无边璀璨的金马 十万笔飞剑 从剑图中鱼怪而出 瞬间形成了一条金色剑盒 矮胖老者目光一名 十万飞剑被定格在虚空 突然 他双头猛然暴射出两道紫色神马 竟然出现重铜军影 这是 天生重铜 能看破世间一切虚妄 一名神器楼的工作人员 颇为自傲地说 没错 天锤大师拥有天生重铜 不仅是我神器楼的第一炼器大师 还是神器楼的第一鉴定宗师 有些混沌神器隐藏着极深的封印 可能连天道圣者都会看走眼 但是在天生重铜的鉴定之下 任何封印都将无所遁循 此时 天锤大师目光如炬 他双目暴射出无穷紫光 扫过一柄又一柄飞剑 突然 当其中一道紫光透过一柄不起眼的飞剑时 一道玄奥无比的封印符纹 轰然出现 这封印被激发的一瞬间 原本毫不起眼的一柄八级文明材质飞剑 突然爆发出了无比恐怖森然的气息 天地为之一阵 整个神器楼都开始疯狂震战起 一点寒光暴射而出 身为半圣强者的天锤大师 竟然在这点一寒忙之下 瞬间被射成了鸡粉 他身上穿的十级圣气护剑 竟然没有丝毫防御作用 瞬间被穿透 半圣肢体轰然崩溃 永恒之魂遭受重创 这寒忙穿透了天锤大师的身体 去世不解 竟以无可匹敌之势 将整个楼都给射了一个对穿 窒息 实话 正果 这一刻 全场所有神器的半圣 集体呆入木鸡 这剑足封印中的一点寒忙 竟恐怖如斯 破开十级圣气的防御 竟不费吹灰之力 这到底是何等可怕的穿透力 过了十级圣气护剑的防御部署 还顺带将身为十级圣气的神器楼给捅翻了 这这么简直令人头皮发麻 半想之后 天锤大师的肉身才重新凝聚成形 他脸色苍白如指 一脸心有余悸 仅仅只是老夫撼动 封印十所一出的一丝能量 竟然就斩灭了老夫一半的永存之火 连半圣之体中先天道玉 都被斩灭了三分之二 如果只是宇宙神主的禁忌 怕这一击足以将我瞬间秒掉 太可怕 这件神器一旦起台风 恐怕斩杀宇宙神 就如同切瓜坦菜一把 一击必杀 绝无生还的可能 杀神主如屠珠 斩半圣不费吹灰 这难道是 十一级道清 天锤大师话音落下 全场死尽 一时间 所有参加拍卖会的神主半圣 眼神全都变了 变得无比火热 无比灿烂 甚至连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起 道气出世 即便是在混沌 都足以引发一片腥风血 没有任何强者 能拒绝如此诱 摆遍神君此刻脸色变得无比明 无生次的秘密暴露 再想要拿下这件神器 可就难了 饱不其会有真正的天道圣者出手请 只差一步 难道就要功亏一篑了吗 很好 道气出世 有能者居之 依照你们神器楼的规矩 已经拿出来太奈的神器 是无权中途撤回呢 龙天少主 几乎是一脸志在必得的说 本少愿意出二十亿混沌币 购买这件道气 九幽罗杀女冷声开口 龙天 二十亿就想拿下道气 你怕是有点太天真了吧 本作出三十亿 恶弥陀佛 老纳出五十亿 莫草 这老妇女真有钱 哈哈哈哈 本君出六十亿 龙天少主一脸 好傲的喊道 一百亿 作为九爪金龙一族 他还真不是一般有钱 陈远转头问 神君 莫非你对这件道气 有点兴趣 看刚刚摆遍神君不断加价 就知道陈远这话是明知不问 要是不感兴趣 怎么可能会一直加价 甚至关心则乱 导致剑图的秘密曝光 没准这家伙早就知道剑图的秘密 因此才志在必得 不过显然他虽然靠着四处坑风管铁 积攒了不少台课 但是显然和真正的大势力少的 是没法相比的 百变神君一脸真诚说 莫非陈远兄弟能帮我拿下这件道气 若兄弟真能如此 就当我百变神君欠格下一个人气 日后阁下但有所求 百变愿为远兄去做任何事情 连称呼都改成了远兄 虽然也不期待陈远真能替他拿下剑图 也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底蕴 但陈远肯定是比他有钱的 毕竟他给侍女买单要都能花十几亿 百变兄客气了 你我兄弟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相逢恨晚 什么钱不钱的 不就是一见道气 兄弟你喜欢 我替你买过来就是了 五百亿 陈远直接喊了一个正部全场的价格 这个价格一出 全场倒吸一口凉气 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了陈远 龙天少主也是脸色一降 一个神皇时皆修为的菜鸡 凭什么敢喊出如此恐怖的价格 这可是混沌闭眼 又不是宇宙闭 五百一十亿 陈远一脸不耐烦的喊道 千亿 此话一提 全场正过 所有宇宙神主集体张大了怎么办 一个个目瞪口袋 仿佛都能塞进一颗鸵鸟蛋 就连那几个半生 都被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母 太差彰了 人家出价五百一十亿 直接五千亿 知道这是多少钱 真的能拿出这笔句谈道 该不会是这么乱叫的 此时的龙天少主 也差点被气笑了 很好 本少道想看 你到底是否真能拿出 五千亿混沌币 第一千八百九十一号位的道理 出价五千亿混沌币 这位道理 我神气楼本质负责的态度 请问您是真的确定 要出价五千亿混沌币吗 当然 不过是一件小小的道具吧 才五千亿而已 买下来送给我的朋友 用来见证我们之间的 纯粹的友谊 五千亿而已 此时的拍卖师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 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其他宇宙神主 同样也是如此 心中犹如一万头草 你马狂断而不 那好吧 第一千八百九十一号位的道理 愿意出价五千亿混沌币 购买世界剑图 请问 还有出价更高的道友吗 拍卖师嘴角抽搐 虽然知道不会再有人出价更高 但还是走了在流程 五千亿一次 千亿二次 五千亿三次 成交 拍卖师一锤定音 很快 一名神主及士们 颤颤巍巍地托举着世界剑图 来到了陈远甄前 先生 这是你拍到的世界剑图 把这剑图 交给我朋友吧 我来刷卡付钱 好的先生 神器楼账户到账五千亿元 账户已结算退出 看着陈远甄的付钱成功 他甚至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的 就刷走了五千亿 这一刻 所有人集体到吸一口凉气 太有钱了 这个家伙 居然真的是个顶级神豪 能把五千亿混沌币 不当情的存在 他到底是什么恐怖的身份背景 等一等 之前混沌银行出现的混沌酒行 该不会就和这个家伙有关吧 他难道就是 真神卡的持有者 卧槽你大霸 太恐怖了 一个垃圾宇宙神皇 竟然会有如此恐怖如此的背景 原本一些宇宙神主 甚至半步圣者 打算等陈远离开宇宙城以后 半路埋伏 杀人夺宝 可是现在 他们心中瞬间充满了无限的恐惧 杀人夺宝 在混沌海这个混乱的地方 本来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可是如果对方的身份背景太过惊人 那么就算他们处理得再干净 也依然会无所遁形 上界大佬的威劳 岂是他们能够妄加揣测的 得罪了这样身份背景的超级大伤 恐怕别说自己 连宇宙都要被灭掉 太吓人了 能轻易拿出这样的买 还一定是上界巨头之子 百变仙子 好感度加十 当前好感度 十点 此时 陈远看着百变神君头顶上的好感 似乎终于增加了十点 但也仅仅只有十点 这也太少了吧 看来百变仙子内心的戒备戏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 给你花了五千亿 就这 此时的百变神君 看陈远的眼神变得已经不一样 因为他发现自己似乎低估了陈远 而且是远远低估了对方 刚刚陈远刷卡的一瞬间 他明显没有感觉到对方丝毫大的情绪波动 也没有半分不少 仿佛他花出去的这五千亿 根本就不是五千亿 只是五块钱 一种感觉 就像是他身怀十亿巨 出门购物 随手消费了几时 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花了五千亿不仅不心 甚至还有众花少了的感觉 那么陈远的身体 可能远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的部位 接触了这样的人物 实在过于危险 而他又接受了对方五千亿的 恐怕欠下这番音 就没有那么容易展造关系 好 那么接下来 咱拍卖的是第四件时期 定魂珠 起拍价 一万分更低 十万 第四件物品 自然也被陈远成功拿下 接下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这一场拍卖会 已经成为了陈远的个人秀 无论是什么样的神器 只要一出场 陈远就会十倍价格竞拍 管你三七二十一 直接拿下 开始扫货模式 一直到第九十九件神器 被陈远拍的 众神主才震惊无比的发现 从拍卖会开始到现在 其他的竞拍者 真是一件神器都没拍到 这个家伙简直有钱 到了令人发展 他不仅将所有的神器 全都高价给拍下 而且还在众怒鬼鬼之下 送给了他的侍子 就像是送玩具一样送了出去 简直毫无人性 这已经阴沉得快要滴出去 少主 我已经答应清楚 坐在一千八百九十一号座位的那个家 听说在侍女面前放出好眼 他说今天是拍卖会 其他竞拍者要是能买到一件神器 就算他输 可好 本小形势已经够嚣张了 没想到这家伙一个神皇时间 行为作风居然比本少还要嚣张 还要霸道 就算你真的来自上街 也不能欺人太世 你不是想要包援吗 那本少就满足你 诸位 这是今天的第一百件神器 此神笔记 此神器蕴含英国法则之力 只要在笔记上对手的名字 以及一些详细的信息 对方就会在十日之内 遭遇灭顶之灾 上了死神笔记的名字 一般神主级以下 必死无疑 神主级以上拥有了抗衡英国的力量 所以一般不会陨落 但是也会倒霉透顶 当然 如果是本身精通英国法则之力的强者 书写死神笔记 威能就会得到质的飞跃 即便是神主级强者 也会因此而陨落 此物为九级至高神器 起拍价五万混沌币 陈远直接出价喊了 十万 一百万 龙天少主出价 对方回头看了陈远一眼 龙天主动开口说道 阁下今日已经拍下九十九件神器 这次神笔记本少颇为喜欢 不知阁下可否割爱 这话直接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 你已经卖下九十九件 真的一件都不让别人买 此等行为 是否过于霸道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敢在本上面前自称本手 一头小小的酒掌精彩 还真把自己当任妥乱 态度无比嚣张的回忆 今天你们一件神器都买不到 本少说的 其欠扁的成果 比至刚才的百变神军 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此时此刻 却没有人觉得他的态度有问题 反而觉得非常正常 一个身怀巨款的上界之子 下界而来 那股高高在上的姿态 自然是刻在骨子里 陈远再次喊 一千万 龙天似乎被激怒了 并为放弃竞争 两千万 一个亿 陈远看都不看他眼 两亿 十亿 二十亿 一百亿 两百亿 龙天似乎彻底上头 哎呀 龙天似乎彻底上头 龙天似乎不是要包园吗 刘总你就喊到一千亿 两百亿买个这碗衣 牛逼 行吧 老子这么服了你 陈远有话锋一指 直接放弃了竞牌 龙天少主顿时猛了 你特吗 龙天少主差点当场吐血了 因果律武器虽然未能逆天 可这东西只有九级 能够影响的对象 只有神主机一项 这死神笔记 听上去好像很牛逼 很诡异 其实非常鸡肋 对于超脱宇宙 固然因果级别的强者 根本没有丝毫引起 就连一些气韵 极为逆天的存在 你把对方名字写上去 搞不好还会遭受因果反噬 除了有点诡异的效果 这玩意在混沌海 几乎毛用都没有 进入混沌海的强者 那几乎半数以上 都是宇宙神主 你随便抓一个人 估计都写不死 根本没有什么啥为事 花两百亿买个 谁都写不死 这玩意也就是在宇宙内 是个牛逼轰轰的大杀器 除了宇宙 挥克力直接小的 可以忽略不尽 除非是十级死神笔记 或者是十一级死神笔记 那可能才真的有点牛逼 恭喜天龙少主 以两百亿混沌 拍下九级死神笔记 恭喜龙天少主 诸位 下面咱们要拍卖的 是本次拍卖会准备的 核心压轴拍卖品 此次压轴的拍卖品 总共只有三件 相信很多道友 此次也是为了这三件拍品而来 第一件压制拍品 天圣法医 此乃十级高阶圣器 总共具备五种功能 第一种 防御功能 可抵挡住半圣强者 最强一击而不破防 即便是天道圣者的攻击 都能削弱百分之百六十以上 第二种 隐秘功能 能屏蔽天道圣者级别的精神感应 同时具备隐身功能 第三种 混沌员能转化功能 吸收混沌员能时 天圣法医可帮助加速转化 甚至能提高你的能量吸收速度 第四种 气息模拟功能 天圣法医具备一定的伪装效果 如果一名宇宙神主穿上天圣法医 即使是半圣 也分辨不出你的真实修为镜子 甚至可以假装模拟出天道圣者的气 下注最神 第五种 也是天圣法医最珍贵 甚至连一些底肩圣器 乃至道器都不具备的功能 那便是穿上天圣法医 会有一定的幸运加成效果 可以增强你的个人气韵 气韵无比玄妙 但又与每一个混沌生命体息息相关 气韵强横着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化想命 甚至撒泡尿都能遇见神气出世 天圣法医虽然增强气韵非常有限 但是仅凭这一点 这件圣器的价值 就不能以常理来判断 因此 天圣法医起拍价 一个亿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万 现在开始竞拍 拍卖师的话音落下 一时间 全场宇宙神主 半顾圣子 目光集体变得火热起 此等圣器 简直就是无上之宝 其各种功能与一体 藏玉 隐身 模拟 转化 信誉 五种buff叠加 重要的是级别够高 这绝对是不可拨得的质保神移 我出三亿 我出五亿 我出六亿 我出十亿 几乎根本不等陈远出家 这件法医的价格直接飙升到了十亿以上 这件宝物虽不如图圣次霸倒绝伦 一击必杀 展示猎胜 但是实用性极高 所以竞争者提多 在场的一些大势力竞争者 前面一百件神器他们都忍住没动 目标就是了这最后的压制物品 此时他们绝不会再给陈远半分面子 定然会不惜代价的参与竞争 而陈远前面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 这下你小子总该收敛一点的吧 就算是真神卡 总不可能是无限额度的吧 这种卡虽然级别够高 但是大佬应该会给这些败家子多少限制一项度吧 但是显然 他们太坚真了 陈远但定自若的开头 一百亿 这个价格一出 直接就劝退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竞争者 但是依然还有几只杂鱼没有放弃竞争 一百零利益 一百零二亿 陈远看还有人赶出价 直接再翻十倍 一千亿 一时间 全场压去无声 一片死气 这个混账东西 一个神皇实戒的垃圾 真以为这样的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一千亿这个价格 真的太高了 已经远远超出了天圣法医的价格 出更高的价格买下来 已经可以买到更高级别的圣器了 天圣法医本少志在必得 先让他拿去又如何 他有钱买下来 展现出来的材料 他的身份背景恐怕 就算真是上界之子又如何 只要使用了那件神物屏蔽天机 就算事后有大能强者强行时光回溯 也根本找不出到底是谁做掉的他 少主英明 很快 没有任何意外 天圣法医被陈远以一千亿的价格 拍了下来 并再次送给了百变神君 神君 这是你要的天圣法医 陈某答应你事情 绝不会食言 远兄 你为我购买世界剑笔 已经花费了五千亿 现在又为了购买天圣法医 又出了一千亿 这可是六千亿混沌币的巨款 你难道 一点都不心疼吗 我有点不太明白 你我之间不过萍水相逃 这也仅仅只是第二次见面而已 为何你愿意为我耗费如此巨资 百变神君猜不出陈远的目 索性干脆就开诚布公的决定 把话说清楚 陈远开始信统胡周 好吧 也许在神君看了 我这个行为确实有些突兀 但是于我而言 神君却已经是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存在 神君可能不知道 我本人精通大玉岩水 并擅长天机占卜术 在我的占卜卦像之中显示 神君将来会是我以后的贵女 与我能否变强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的命运早已连接在一起 所以帮你 也就是帮我自己 神君可以怀疑我的动机 但你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对你没有恶意 陈远的目光极为真诚 好像不像是在撒谎 百变神君乃是半部圣者 对于一个人是否撒谎 他几乎请客间就能分辨住 他能感觉到陈远对他的重视 好像他以后的命运 真的会与陈远兮兮相关一本 对方说的极为肯定 甚至是真心的 把他当成生命中的贵人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宇宙中确实有一些奇数 可以窥探未来的命运 但是预知未来 是需要付出严重的反噬代价 我实力已经突破半生 我所在的宇宙又已经毁灭 混沌海中天机遮掩 想要在混沌海中占卜命运 何其困难 而且到底什么级别的战术术 居然能看透半生命运 莫非是高维宇宙的无上战术术 好吧 看着全远真挚的眼神 百变神君更实现了八分 重要的是 陈远确确实实花了六千亿混沌币的巨款 如果不是对自己极为重要的 根本算不着做到这个地 六千亿已经足够让其他半生 争着抢着给他卖命了 想到陈远会占卜欲知 百变神君突然浑身一震 他该不会 已经知道我的真实性别身份了 你知道我是谁了 百变神君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当然 百变仙子 这句话陈远是用传音入密说出来 别人都听不到 百变神君文言顿时浑身一震 眼睛瞪得老大 脸上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几百万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 也知道了他的真实性别 他在陈远眼中 居然没有丝毫秘密可言 这个神皇十阶的家伙 竟然一眼就锁定了他妹子身份 陈远一脸轻描淡写地说 放心 我会替神君保守秘密 这件事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炮牛十八世之第一是 我们拥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 只有我们知道的小秘密 迅速在对方心中建立独特的地位 与一般普通舔狗区分开来 他想过与兄弟模式相伴 和百变神君建立起身后一名 再慢慢将其拿下 但是后来一想 这种模式相传 对方必然也会把他当兄弟 很难产生男女之情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 一个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这特么不就是一只活脱脱的舔狗 不能这样搞 舔狗开局 舔到最后必然一无所有 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 他身份的 明确地让你知道 我特么就是知道你是妹妹 才这样对你呢 百变神君脸色惊疑不定 他不知道陈远是不是不意试探 他这么了 但所谓了 有了图圣寺和天圣福音 下一次他变身 将不会再有人认识他 也罢 没想到本君尹豪这么闻 居然被你轻而易举地给试破了 无论如何 你今天都帮了我一个大忙 本君心中感激不已 你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 或者真的需要我帮忙的 你拿着这块传音审室 随时联系本君 我会第一时间赶快来帮你的 百变神君丢给陈远一块钱 直接就打算提前离场 他显然刚才那副感动不已 只是忽悠陈远 你以为你给我花了六千亿 我就会报恩 甚至以身相续 你想多了 这六千亿 本君白嫖了 我一分一袍都不会还给你 百变仙子 好感不加时 当前好感不 二十点 虽然百变仙子不打算报恩 也不打算还钱 但是他对陈远的好感 依然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十点 虽然他是个骗子 把其他宇宙神主片的倾家荡产 也不会有半点不忍之心 但不得不说 陈远给的确实有点太多了 这让他这个顶级骗子 也不由地产生了几分好感 但也仅此而来 他必须提前离场 炼化天圣法 改头换面 然后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破解图圣次的封印 获得传承 这才是他当务之急要去做的事情 目的已经达到了 没有必要留在这里继续看热闹 他如今身怀众亡 此等是非之地 还是早些离开为好 诸位 接下来拍卖 将是大家心依旧的无上神 先天道呸 先天道呸的功效和作用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此物妙用无穷 一个完整的先天道呸 应该能将实践九级先天神器 提升到十级圣器级别 此物起拍价十亿混沌幣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个亿 现在开始竞拍 沉眼轻描淡写地喊道 三千亿 他甚至都没等别人出价 直接翻了三百倍 此番价格一出 所有跃跃欲试的半部圣角 犹如集体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 犹如吃了屎一般难受 憋了半天 连个屁都没放出来 先天道呸 此等神物 谁不想要 这一次宇宙城中的几大势力 为了拿下先天道呸 甚至已经准备了许久 打算不惜一切代价 倾家荡产也要将先天道呸拿下 可是 面对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选手 之前所有的准备 都没了半点作用 太无力了 太丧心病狂了 这是本次拍曼会最后一剑拍 此物名为星辰剑 乃是一剑十级巅峰圣器的半成品 之所以说是半成品 是因为这剑圣器只有剑矢 而没有剑弓 必须要搭配一把好的剑锅 还能发挥出星辰剑矢 真正的威力 因此此剑虽为十级巅峰 但其拍价只需要一力混沌地 在这剑矢出现的一瞬间 地基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 少主 这剑矢 好像与我的神功本就是一对 我的神功当年是简陋的 我出一千亿 这一剑半成品 他都要花一千 地基 好感度加十 当前好感度 八十点 拿到星辰剑矢的一瞬间 地基激动无比的同时 内心不由地为之一产 鸿蒙是神功 这剑圣器其实一直都被远远低估 只因为这把弓并没有与之相品配的剑矢 所以只能虚空凝聚能量剑矢 当年他以神主巅峰的修为 也只能射出三剑 每一剑抽取的能量 都实在过于庞大 一般不可轻易动用 否则能量抽取过多 很容易让自身陷入危险 而且由纯能量凝聚出来的剑矢 虽然威能同样十分强悍 但显然这把弓的威力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防御 甚至连百分之一的威能 都没有发挥出来 而有了星辰剑矢 就完全不一样了 鸿蒙是神功的威能 会随着剑矢威能变强而变强 医生的上跨度非常之高 拥有了十级巅峰的星辰剑矢 他有信心能够一剑秒掉 巅峰宇宙神主 是真正的秒杀 让对方彻底形神俱灭 即便是半生 也有信心一剑将其肉身毁灭 重创元神 天道圣者之下 没有神主能扛住这一剑 射杀半生也并非不可能 拥有了如此大杀气 没准他就能在混沌拥兵工会 晋升为五星大拥兵 拥有独立普箭混沌拥兵军团的资格 他才跟着陈远才多长时间 没想到就拥有了如此质变提升 修为晋升半生 手中神丹妙药无数 陈远这次带他来参加拍卖会 更是买下了整整一百零二件神器 其中有一百件都送给了他 这是何等宠案 陈远如此付出 好像是真的对他一点都不设计 这样信任 让一开始只打算利用陈远 谋取好处的地基 内心只觉得无比羞愧 虽然跟着陈远一开始目的 本身就不单纯 可陈远给的实在太多 多得他甚至都有点不好意思 去收对方的礼物 当然 他也不会真的将这些神器全部 这样会显得自己太过贪然 太不上道了 所以刚出神器了 地基就主动取出了二十件 比较适合雪神的九级文明神器 当场送给了他 雪神 这几件神器 收下吧 雪神看了一眼空间戒指 竟然有足足二十件九级文明神器 这 地基不动声色的传音道 这是少主的意思 你是他的师尊 这几件神器中 兵破魂珠 神兵战节 雪龙刀 北明兵封印 无极寒影节 都是非常适合你的神器 这是少主刻意嘱咐分配给你 陈远自然没有吩咐过这些 但是地基活了几十亿年 怎么会连这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上次在丹仙 和他分配给了一半的神丹给显示 陈远虽然没有说过什么 但是眼神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几分赞水 显然对他这种不赤毒食的行为非常好 老板满意了 自然会给予他更多的好 你看神器楼这波无疑是对他最大的看法 所以根本不用陈远多说什么 地基主动就把人情催给了陈远 雪神文言 当即浑身一震 这些 竟然都是陈远特意嘱咐要送给我 看着空间戒指里面的这些神器 雪神只觉得一股暖流远上心 陈远 他竟然全都注意到 在拍漫会的时候 雪神看过这些神器的介绍 这几件神器确实都非常适合他 陈远全都买下来了 但是他全都当面送给了地基 雪神还以为 陈远根本就不关注他 当然 陈远作为一个徒儿 给予他的东西确实已经够多了 他也不能太贪心 但是遇到适合自己的神器 说不心动 是假的 而贪心 本就是人之常情 只是有些人吃相比较难看 有些人吃相不那么难看 仅此而已 雪神完全没想到的是 但凡是他比较感兴趣的神器 陈远居然全都操选出来送给他 一件都不差 这也太细心了吧 居然都已经将细节注意到这种程度了吗 难道陈远对我也 雪神脸颊微微一红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也许 他并不是单相思 陈远也许也是对他有意思 只是碍于师徒情面 贸然对师尊表达爱人 会显得有些大逆不道 所以才从一些细节上来表达 一念至此 雪神只觉得心跳动得越来越快 那股春心萌动的感觉 再次出现了 原本像冰一样的雪山 正在悄然融化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 情爱欲望 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头开始疯狂生动 一发不可收拾 一定是我最近修为提升的太快 心境提升没有跟上来 才让情欲之火悄然觉醒 也罢 既然已经抑制不住了 索性干脆就不再压抑 一时间 雪神的目光 再也毫不避讳地朝着陈远看去 那眼神中的爱意与感激 简直都快要溢出了 雪神 好感度加一 雪神 好感度加一 雪神 好感度加一 当前好感度95点 卫绑定田狗对向雪神 好感度突破95点 蜕变为宿主田狗 奖励强化点 100亿点 宿主当前剩余强化点 100亿点 这就好感度超过95点了 地基刚刚好像对着雪神传音入命 他到底说了什么 陈远的目光 此时也看向了雪神 四目相对 雪神一脸羞涩地盯下了头 谢谢你 陈远 喂 为师欠你太多了 也不知该如何偿还 陈远他能参数 师尊何出此言 你我师徒之间 何须如此客气 再说我也没为师尊做过一些什么 这两次购物 确实没怎么给雪神买东西 多少有些厚此薄品 但谁能想到雪神反而是先逆袭成功的 地基整理出另外一个空间戒指 递给了陈远 少主 这个空间戒指给你 真是 少主 里面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 比较适合您当前使用的神 还有先天道 呸 以及一些神丹妙药 陈远接过戒指 神识扫了一眼里面的东西 好家伙 地基至少将一大半的东西 都拿出来交给陈远 这是何意 要将这些都送给我吗 少主说笑 这些本来就是少主花钱购物 只是暂时放在我手上 又何来我送给少主一手 陈远一脸认真的说 这不一样 一码归一码 我既然说是给你买的 那就是给你买 不管是神器还是弹药 给你买 那就是属于你 你现在要送给我 那就是本少欠了你一个人钱 地基文言当即一论 他没想到陈远竟然如此较真 而且是真正的把这些神器担药 全都当成了他的东西 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此番行为 无疑是让他心中越发钦佩 地基 好感度加我 当前好感度 八十五点 少主不必如此 您给我带来的机缘 已经足够多了 甚至让我无以为报 行了 咱们就不说这些了 总之本少欠你的 一定会加倍偿还给你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花钱的点 少主想要花钱 不妨去去混沌拥兵工会 混沌拥兵工会 这是什么地方 地基非常全面的解释到 少主 在混沌海中 总共有五大超级巨头势力 这五大势力已经不知道成立了多少年 亘古未变 传闻这五大势力 分别是五个不同的高维宇宙所组建 这五大巨头势力 分别是鸿蒙店 混沌银行 混沌拥兵工会 宇宙城联盟 万界交易商会 总共五大巨头势力 这五大势力每一个都是庞然大物 在混沌海拥有着难以想象的能力 甚至控制着不知道多少一个宇宙 其中鸿蒙店最为神秘 据说鸿蒙店培育出来的强者 每一个都身怀制高随身系统 拥有着难以想象能量 成长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被鸿蒙店选中的强者 每一个都是气韵之子 成长之路碾压同级 一路横推无敌 乃是真真正正的天之骄子 而被鸿蒙店选中的神子 一旦突破天道圣者 就需要开始面临内部残酷的竞争 一百个神子之中 只能有一个活下来 成为鸿蒙店使 鸿蒙店使拥有着难以想象的权利地位 就连天道圣者 遇到鸿蒙店使 也得行跪拜之礼 当然 我能听说的 也就是鸿蒙店使这个等级 在网上 就不知道了 五大巨头中 排名第二的混沌银行 这个少主应该也了解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混沌币 全都出个混沌银行 混沌银行所辐射的势力放力 遍布整个混沌海 也遍布亿万宇宙 至于第三大巨头混沌佣兵工会 这个是整个混沌海最大的佣兵组织 任何宇宙强者都可以去申请助手 成为一名混沌佣兵 可以在佣兵工会的任务打听 领取任务 或者发布任务 只要你有钱 可以让无数混沌冒险者 来替你寻找混沌领头 或者斩杀混沌巨手 任务的类型也是五花八门 可以雇佣宝药 打烧 炼丹师 炼器师 治疗师 等等诸如此类 佣兵工会每完成一个任务 都会有相对应的混沌必用金 以及任务奖励积分 达到1000积分 就可以升级为一星混沌佣兵 达到1000000积分 就可以升级为二星混沌佣兵 达到1000000积分 就可以升级为三星混沌佣兵 以此类推 这个佣兵积分并不是无限增长 如果任务失败 一般会扣除十倍的任务积分 而且会有任务失败积 混沌佣兵工会 是绝大多数神主散修 也能通过任务赚取一定的混沌兵佣兵 而我在混沌海混迹数千万年 等同于在宇宙中已经混迹了几十亿名 目前就是混沌佣兵工会的一名三星雇佣兵 距离突破四星佣兵 只差一点点 陈远文言当即一乐 混了个几千万年 才三星佣兵 是不是有点太菜了 陈远联盟问道 那最后两大巨头呢 最后的两大巨头 咱们如今所在的仓服宇宙城 就是第四大巨头宇宙城联盟所属的势力范围 宇宙城联盟 是联合了混沌海一万宇宙城所组成的一个超级庞大大 这个势力背后自然拥有高维宇宙的背景 而宇宙城也是分等级的 咱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城 距离宇宙边界地带并不远 所以只是一级宇宙城 除了一级宇宙城以外 还有二级宇宙城 三级宇宙城 四级宇宙城 七宇宙城 等等 等级越高的宇宙城 就地处越深了混沌海 混沌原能也就越发浓郁 据说最高等级的宇宙城 几乎就紧挨着高维宇宙 只有真正的天道圣者 才能横跨这样的混沌疆域 至于万界交易商会 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商业贸易组织 这个组织只吸收富豪成员 只有身家超过一万亿混沌币以上的超级富豪 才勉强有资格加入这个商会 而有这个财力 在混沌海基本都是有头有脸的存在 等同于精英 但是混沌佣兵工会真正想要做到高层 只有五星大佣兵以上才可以 至于五大巨头以外的那些小事 在混沌海多如牛毛 无论发展到多么庞大 在五大巨头面前 宛如蝼蚁一般 吹口气就能摧毁 地基的这番介绍 让陈远对混沌海势力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他有点好奇 自己身怀系统 若非这系统来自于鸿蒙殿 还有其他系统身怀者 这要是遇到 万一对方是个妹子 那能否将其绑定 把对方变成一条田狗 还是说 别人的系统会更强 自己难道就是被选中的鸿蒙神子 陈远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此时 拍卖会已经结束 数千名神子 伴上 纷纷离场 这些人看着陈远 地基 雪神三人的目光中 明显都带着一丝贪 但又有一丝忌惮 其中有一名黑袍男子 同史之中都没有露出过任何气息 一直冷眼静观拍卖会的发展 先生 世界剑图拍卖出了六千亿的天价 依照神器楼的规矩 要抽取三成利润 黑袍男子嘴角 溢出一米青猎子威胁 是吗 一个小小的神器楼 也敢在本圣身上捞去很多 一道恐怖的圣者气息 突然爆发 是 天道圣者 今天拍卖会所有的利润 我都要 明白吗 明白 小人明白 那十一级盗器上封印特殊 连本圣都没法解开 需要同门守法才能破解 百变神钧吗 那剑图中已经被本圣冲下一组 等你解开封印 本圣再将盗器收回也不迟 离开神器楼以后 陈远 雪神 地基一行三人 便来到了混沌拥兵工会 还没走进拥兵工会大厅 首当其冲的就是 附近出现了不少百摊的宇宙神主 几乎形成了地摊一条街 陈远一脸好奇 地摊文化 没想到竟然连混沌海都入侵了 果然牛逼啊 地基边走边介绍 少子 这混沌拥兵工会 几乎是每一个宇宙场 最热闹的地理 也是所有宇宙神主聚集最多的地方 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宇宙神主非常 每天都会有混沌拥兵领取任务 或者发布任务 小儿子 就会有一些散修神主 就地摆摊 出售自己在混沌海收集到的一些物品 比如混沌灵魂 混沌灵魂 混沌巨兽宝宝体 在混沌海中捡到的神奇碎片等等 诸如此类 不过这种地方都是一锤子买卖 有可能会遇到简陋的情况 也有可能会被欺诈 反正鱼龙混杂 陈远看着眼前长长的地摊一条街 实在有些叹为观止 神主在宇宙中高高在上 为一阵跋花 没想到来了混沌海也得摆地摊 果然神皇不如狗 神主满地走 只见一名清存甜美 又醇又郁 魅眼如丝 保守孤寂 颜值高达九点八分以上的神主及美女 对着陈远传音道 帅神 要进来玩一下吗 只要一百混沌闭一侧 陈远一脸猛逼 这你妈 神主站街 震碎三观 帝级一脸比一地说 少主 千万别被诱惑 那些适合欢宗的人 他们修炼的工作 专门以采阳补鹰为主 一个个人尽可夫 不知羞耻 能够以此功法 修炼到宇宙神主境界强 他们采集过的颅顶 根本不计其数 陈远点了点炮 原来如此 来一来 看一看 走过路过不要错误 刚刚新鲜采摘的九品千灵芝 五百万年份的顶级灵量 只此一株 只要三百混沌帝 这位老弟 你要不要看一下吗 八卦算命 玉之鹰 两百混沌帝一次 一千混沌帝 亏本大甩败 盛气碎片 原始骤金 一元十个 拥索不期 陈远将脚 停留在了一个 售卖原始骤金的餐位上 感觉一脸猛逼 原始骤金的售卖 这么便宜的吗 陈远随口问道 这里的原始骤金有多少 兄弟 那多少我有多少 原始骤金 本是破碎的宇宙规则损 对于仓物宇宙法 具有不可思议的妙论 能够增强对宇宙规则的坦率 但是实力突破宇宙神主 原始骤金基本就没有多少作用 宇宙神主一般以超出宇宙为目标 感悟棍盾大脑 而原始骤金的作用 只能帮你完善宇宙规则 所以十分激赖 这种东西 倒是可以满活去给破人使用来提升晚辈的武器 在宇宙中可以称王称霸 建立起一个长盛不衰的家庭 陈远不动声色 他莫名有种感觉 原始骤金也许对宇宙神主一 可是对他却很有意义 用来填充初始宇宙 好像能使初始宇宙越大强 对完善初始宇宙的规则很有作用 要多少有多少 你看我这件神器 价值几个 刚刚在神器楼买了 摊主一脸惊讶地说 这是玄天霸王枪 九级巅峰神器 还是神器楼出 价值应该在十万混沌币以上 那些就按十万混沌币来算 你有一百万枚原始骤金吗 兄弟你别说 我还真的有 当年我收集了整整一百二十万枚原始骤金 凝聚出了绝对神国领域 在领域世界内 我曾以神皇进修 定当宇宙神主而不死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条路走错 根本就走不通 甚至由于神国世界太强 而无法突破宇宙神主 脑子我白白浪费了数一年时光 幸好最后我得到了高人指点 终于明白了我错的点 不破不立 或而厚礼 如此我才终于正到宇宙神主 兄弟 我看你也是巅峰宇宙神皇 对原始骤金却如此感兴趣 估计也是走错路了 听我一句劝 早点回头吧 别把路给走歪了 阁下好言相劝 在下心里了 但是你那一百二十万枚原始骤金 我全都要了 陈炎感觉对方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现在他已经回不了头 若只是神国世界 也许还能破而厚礼 可现在神国世界已经进化为初始宇宙 而陈炎的永恒之火 也已经化身为宇宙天道 和初始宇宙融为一体 宇宙一灭 他就会死 已经无法回头了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贪主一脸实声地说 兄弟 你这玄天霸王枪本就是神器楼出品 有一定的异价空间 如果你真的愿意交换 我可以把一百二十万原始骤金全都给你 陈炎迫不及待地点了点头 好 那就换吧 周围其他贪主 仿佛都用看傻却一样的眼神看着陈炎 真是个杀雕败家子 居然拿九品巅峰神器 去换那些没用的原始骤金 那可是玄天霸王枪啊 威力霸道绝伦 一枪捅破仓球 贪称九级神器中的极品神枪 这件神器一架十五万混沌帝都有人猛 结果被你用来换那些没用的原始骤金 真是个没脑子的东西 但是其他贪主看破不说破 毕竟无间不伤 交易完成 陈炎一脸兴奋 已经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 这些原始骤金融入初始宇宙 一名贪主主动凑上来说 这位兄弟 你还需要原始骤金吗 我这里大概也有十万枚 要呀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十万枚大概是一万混沌铭 我用五颗九品回源单和你换如何 好呀 好呀 居然还是单仙格出品的九品回源单 贪族看陈远的眼神越发向看一个神区 不管是神器楼还是单仙格出品 那都是精品 在市场上具有一定意见空间 这傻区真是啥也不懂